热身赛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 日本队身穿的是白色的队服 中队这边身穿的是红色的队服 中队首发的是王思宇 金维娜 杨淑瑜 张如和潘真奇 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中队的阵容了 那日本队这一次呢 也是派出了他们几乎是全部的 主力阵容 同时呢 老将吉田亚沙美也付出 37岁的老将 作为日本女篮长时间的精神支柱 在球队当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在缺席了日本国家队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比赛之后 这次吉田亚沙美的出战 也再次说明日本女篮 在去年的亚洲杯 包括杭州亚运会上 都输给中国女篮之后 现在球队对于这种比赛的重视程度 对于今年的整个 一系列热身赛 甚至于对于奥运会的这种期待 我们看一下 日本女篮这边 和潘成奇跳球的是他们的 斯蒂芬马乌里 中文类上线持球之后 做一次手地手 中文类今天的这个阵容呢 是一个小阵容 首发的阵容 盘成奇和张如两个人 去打这个搭档内线 通过内线的这种机动性 先获得了一次 三分线外出手的机会 高天成奇做完 测试之后的夏顺 在低位 面对中队这边 王思宇的防守 打错位 没有能够成功 还是通过外线的手里手打起 做一次交叉掩护之后 直接大范围转移 这次的横传球呢 有点危险 被马乌里抢断之后 日本队打反击 外线想还击三分 但是没有能打成 三分麻衣在对 王思宇的领防的时候 做的还是很有压迫性 一过中线之后 非常强的身体对抗轨道 上线占一个双高位的位置 直接掉地位 张如有机会 面对高田真希的防守 张如在低位攻的 还是非常坚决 今天这场比赛呢 中国队是有意识的 要去做一下 这种小阵容的尝试 开局就是两个四号位 来搭档内线 两个四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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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错 认识还是利用个人的突破 打了一次半转换的机会 利用挡拆 中路突破之后往若侧的转移 外线这次往随名能投进 斯蒂芬·马夫利 侧动反击之后快速的下插 上线的连续转换 这球倒得很快 形成了一个错位之后 中路的换房再换回来 又是一次反掩护 这边被切 高天真希在若侧 做了一个被掩护之后 直接下被切 这球 日本队的球传递的也很及时 潘真希还是提到高位 今天这场球呢 因为中路队的两个内线球员 并不占据足够的身高优势 因为这个时候小宝 李月如还在WNBA 而韩旭呢 这场比赛应该是 并没有进入到报名名单 外线篮板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利用三分球把球打进 所以投中又一击三分 中队今天开局在三分线外的信心还是比较足 利用挡拆 想要去做上线的进攻的配合 但是走不为力了 应该 中国队 加油 中国队 加油 中国队 加油 擋拆之后 两个人去大延卧 这球直接给到若策空切的金格纳 再往边转 上路的三分没有进 但是有前场篮板 地板球的争抢 林孝希一个人抢俩 在中国队的前场篮板积极的拼抢之下 对球权的争夺 我们还是非常的看重 外线这边日本队找到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对于日本队防守 第一要防突破 对方的突破能力非常强 第二要防转换 日本队是一支防守凶悍 而且转换速度相当快的球队 第三很重要的就是防对方的外线 外线每个球员都能投 对方的队防守凶患 撤出来的三分球 这次没有能投进 上线还是令党拆往下线的背切 给出一个机会 王思宇这一点上被打错位的机会比较多 这是Eflin Marfley 还是山本麻衣的主控 这次突到内线之后被中国队封盖 Eflin Marfley是从高度上和这种技术的全面性上 和Stefan还是有一些差距 也更为年轻一些 听天流维的防守 这种缠绕的 缠绕性啊 或者说身体对抗过程当中的这种紧密程度 也是非常高 整个人全部都贴到 汪思宇的身上 占双高位之后没有能形成配合 日本队这会儿的防守啊 机器性是非常高的 防守压不进很强 这种情况下中队还是要想一些办法 打半转换的进攻 这球 Eflin上的不错 中队还是要注意日本队的转换 同时呢 对方的防守强度上来之后 不要被对方的这种贴身紧逼防守所影响和干扰 两个上去加击 日文队逢掩护 选择了大延物 王思宇这球没有能打中 好 但是在这这些显得比赛的 我们暂时要来 那么有型的附近 我们在这地方 我估计 我们在这边 江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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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类防守的延续性这段时间做得还不错 往嘴下上李源 上线的防守移动性比较到位 这边日本队还是试图从错位打起 篮板球保护得很好 中类除了张如和潘真奇之外 包括金威娜和杨树宇 从两个封线的这种 对篮板球的保护上做的都还是很充分的 在这种这种保护的地方 在这种保护的地方 一定是在这种保护的地方 手支出的地方 只能保护的方子 准备到位 终于今天打到目前为止 在首阶比赛当中的篮板球的保护 和前场篮板的冲抢意识 做的还是比较不错 两个上一加击 日本队的加击非常的凶狠 尤其是Eflin Mavri这个点 他因为移动能力很强 有非常出色的这种协调性和移动能力 所以他更擅长于在防守的时候 缝掩护缝挡拆就去做加击做延误 但是这种大的延误和加击 势必也会对球员的防守过程当中 因为侵略性很足 可能会造成一些这种犯规的影响和困扰 因为这种协调性的精神 所以当医院在侵略的量度 这种区域人士在区域人士在 Jeżeli针点 真要的 国防预击قль词 升级炭 我好帥 中国队这边上了五通洞 五通洞之前也是殷商 相当于一段时间 没有能够和国家队一同出战 但是他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 曾经在WCBA当中拿过得分王 这次传切五通洞意识很好 但是传球高度低了一点 外线一次非常惊险的出球 葛思玉 好球啊 漂亮 葛心玉 葛心玉在进入到中国国家队之后 他的这种作为一个大个子投手的作用 不断的展现出来 技能去打低位的一些进攻 同时罗心玉又有很好的外线投射能力 有非常稳定的外线投射能力 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 罗心玉上来之后连中两季三分 抢断 来看反击 中队这次 在人员上做出调整之后 伍彤彤和罗心玉两个人一个突破能力 非常的出色 罗心玉在外线有着相当不错的外线投射能力 这两点给中国队带来了非常大的 这两个人是在外线投射能力 不错 中国队现在整体 尤其对于对方的挡开 上线脸护之后 这种出球 对于断线 意识非常的积极主动 反掉到篮下 三个人四个人的夹击 任务队回收 这球其实传篮下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任务队打反击了 其实这原本是 中国队自己的一次反击机会 非常好的一次防守 大反击 但是不应该往篮下掉 外线有非常大的出入空间 武通通行进间做一个挡拆 行程换防之后 看罗欣宇这点 其实是个错位 再要二次掩护 球给下来挡拆下顺 这边有对切 打得过于密集了 剩四秒钟的时候出手 这球被对方破坏掉 日本队上了吉田亚沙美 上了37岁的老将 吉田亚沙美也是 伴随着日本女篮 走过了非常辉煌的一段旅程 在日本女篮逐渐在亚洲崛起 甚至于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中 吉田亚沙美起到了 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球中的队换防过来之后 王思宇居居然盖掉了 吃碎向日葵 通过挡拆下顺 这边王思宇也迅速第一时间 回防到位 日本队全场领防 武通通吃球 利用传球 推进到前场 还剩两秒钟 漂亮 武通通 扛开防守人之后 压哨的一次出手 非常精彩的一次 压哨投篮 蓝天白云蓝标水 春节生活更美好 儿时的记忆 都藏在这一口滋味里 浙江同乡好白菊 搭配黄冰糖 清凉桂干 爽口解腻 以保治本清润菊花茶 经典滋味 记忆中的味道 正宗老母鸡汤面 选白相 白相中国面 邀您助力中国女篮 正宗老母鸡汤面 选白相 白相 27年专注中国好面 精选一年以上老母鸡 6小时慢熬老母鸡汤 取代粉包酱包 正宗老母鸡汤面 选白相 联系5年 全国销量领先 果汁饮料 我选天然起材的 新鲜好果 开启健康一天 我爱山楂树下 山楂树下 多吃不怕 TCL X11H 领药QD mini LED电视 点藏机用箱 但以领略 环宇外向 TCL 准备好了吗 在每一个赛场 凭专业秀出实力 为每一笔支付 用专业提供助力 有你配 中国一年 付出必有回报 好了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回来继续关注 中国队和日本队 在今年的 女兰热身赛当中的 这轮比拼 带来自我给你带来自我 领药QD的 带来自我 我给你带来自我 的手 庭比较大 云露身赛当中的 云露身赛当中的 首届比赛的初步队在 进行了人员的轮转之后 其实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 尤其是在换上了罗欣玉 换上了唐玉 两个人来搭档内线四五号位的时候 很年轻 防守的这种激性很强 不断的有成功的防守 抢断之后的转换进攻 同时罗欣玉的这种空间型的四号位 外线投射的能量完全发挥出来 漂亮的反跑 可惜了没有能打进 唐玉把篮板球拨出来 日本队趁势接上之后的反击 看一下山本麻衣 高天珍惜的侧应球 在做反眼护 给了一个双方犯规 唐玉面对斯蒂芬毛利是有身高上的这种尺寸上的优势 但是一旦形成错位换防之后 你让杨世瑜去顶这个位置 那就会出现明显的错位 这边又是一次反跑 斯蒂芬毛利是一个移动能力很强的大作者 我一定要注意 这边想做手递手的时候 又出现失误 被高天珍惜直接抢断了 中队一定要注意失误 就要暂停了 这样的连续出现的防守端的问题 包括进攻端的失误 这是正位指导所不能接受的 双手迎接宝贝人的礼物 西安商务核心 高级之地全是众合体 战比斯坦学之窗 在安排中心 续交文化运动商务三大主题体验 达到心态生活方式GPE 规划国际战争一场 数字科技局管的六大主题中间 2024即将震撒开放 敬请期待 让我们看一下 金女地产的抛打礼物 每一辈是新银行动 一辈是新银行动 好 下次感谢金女地产 对本次战事的大力支持 可以看到 日本队在防守的时候 这种侵略型压不性是非常强的 不管是刚才山本麻衣 还是 现在攻击小只 在防守国队持球人一号位上 这种防守强度都非常高 弄心一滴威奥 这边麻布里从弱侧积极地过来做斜防 差一点完成抢断 日本队这段时间主要就是防守端 表现得相当出色 打得太小了 整个空间没有拉开 这么密集的情况下坐内船那样 通过挡拆之后行程换防 又换成了杨树鱼来防安麻布里 小打大 没有能够发挥出来灵活的优势 反而是被高大的球员完成了这种断线 交回来之后 转换进攻的外线出手 没有能投中 进攻的外线出手 还是上线的手底手 四五号位之间的一次掩护 看着鞋在低位要不到机会 还剩三秒钟五通通 时间不多了 只能靠个人能力去做解决 行进间挡拆 战本麻衣 非常的灵活 日本队通过不间断的这种防守上 这种无球的掩护和跑动 来获得错位的机会 麻布里去打 王思宇 王思宇两次换防过来的小防大 防的都很不错 任不得换人 换下了麻布里 换上赤岁先生肥 因为发球出来之后呢 只有三秒钟的时间 所以日本的这边 没有能完成配合 被中国队防了24秒为例 三九这边呢 日本队目前七中一 中国队十一中四 命中率要高得多 但是日本队呢 是一个外线也很能投的队 所以尽管只有七中一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中投中队没有能打进 中队这段时间防守防的也相当不错 基本做到不是为好的呀 啊这上线防的真好啊 在防林孝希的时候 罗兴映 很好的干扰了对方 对球的控制 中文类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要解决进攻端的问题 中文类又是一次三不沾 这个挡拆的质量还是很高 还是没有投进 这一截打到现在中文类解决不了进攻端的问题 长时间的陷入得分荒 这对中文类来说是压力比较大的 中文类其实这一截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 控制对手得分 整体上表现都很好 防守端到位率也很高 但是自己不得分这就是问题 어쨌든自己不得分 重大 好球 终于这个球掉到了内线 潘真奇在错位的情况下 非常漂亮的一个接球转身 这个下转身完成的很流畅 任务队这种抢前的防守 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再掉底角 十岁向上回了出手 三分球进 任务队再次把比分追平 再战双高位 我们继续给中国队加油 中国队加油 中国队加油 leş烁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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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烁瘤 双高位 日本队又是挡拆之后的定点中投 比分反超之后 中国队这边再次请求暂停 因为之前中国队大部分球呢 还是在想办法通过配合往内线交 没有实际效果之后呢 现在内线上题 给低位清开空间 在外线突破过程当中去寻找机会 第二节比赛 中国队的进攻 仿佛是 出现了什么 大的问题啊 这篮筐声跟加了盖子一样 中国队无论是移动战还是 罚球都打不进 目前为止 第二节中国队只拿了三分 反正其漂亮的协防封锻 漂亮 假动作缓开之后 中国队第二次在移动战当中取分 今天下场美想做激励传球 被中国队发现 打反击 伍同诺 漂亮 中队连打五分 把日本队又打平了 好 那次有请拉拉宝贝闪亮登场 中国队打得好不好 好 好 掌声在哪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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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 亚沙美应该是跟队友要牛角 看双高位 占牛角位 做手地手之后的二次演户 确实形成了成效 几天经验非常丰富 暂停回来之后 马上要跟自己的队友示意 打什么战术 从什么路径上去打 周队也占双高位 同样的战术 中国队和日本队 打的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战术 牛角位之后 二次演户 利用演户再下顺 漂亮 虽然是一个打手的犯规 但是金威娜这次防守 基本做到没有失位 而且很好的 把艾弗琳的这次反身上篮给阻止了 艾弗琳的这个弱侧手 保护的时候呢 和金威娜这边 确实有点碰撞 这意见不会让我去打是 嗯 这国队上了龚泽西贵 干事情 对啊 一断 三断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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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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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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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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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日本的行进间的传球线路 分散做的还是相当有自己的特点 这次栏目桥没有之后 看中文队 转换进攻能不能打出来 日本的推防非常快 就调低位 两个人加击 赶紧转出来 看弱侧 这时候不能把目光全部集中在 整个人员非常密集的强侧 你看弱侧一分之后 空间马上就出来了 日本队又换上了听天流围 换上了公泽西柜 下了赤岁先生葵 这个球 总是不看表 剩两秒三秒的时候 这种球就不能再传倒了 一定要为终结来做准备 两次了 所以这球正式道也是把 弱侧一换下 稍微的去指导调整一下 这球防不住了 这个错位太明显 没人能完成绕前的防守 被高天珍惜要到了位子 硅士非常透震 特别人能完成 不想让保险 说话 特别人能完成 不想让保险 让他行为 认为很难 确实 认为很难 认为这都可以 四季大多 季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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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北国队 加油 加油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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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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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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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